大家好,欢迎来到Mail or Fit 今天是2019年5月19日星期日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日本举行的山岸秀框和爱瑞斯日本经典职业赛 这也是山岸秀框和爱瑞斯第一次在日本举行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职业赛 在这次职业赛上有四名选手取得了职业卡 在男子项目当中,有两位日本选手分别取得了健体和健美职业卡 来自韩国的古典小将取得了古典级别的职业卡 值得一提的是,在男子健体项目当中 以前给大家介绍过的一米八八来自韩国的健体选手也参加了本次比赛 但是没有取得职业卡 好了,那么我们看一下本次职业赛的精彩回顾 今天我们今天进行的最后,一支职业的职业,有一支职业卡 如果我们来说明天下丝台 我看次职业的职业,就需要费煤光 我们在职业上就需要责业的心理 我一定要ener到农场 我看来大家下了 ikai一下 我看来 我们下到最后 hard 我们下到没有 板凌孔 我 measurements 我で 我看到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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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